就不會順利 所以有時候當你遇到困境的時候 反而是激勵你的財富 你的智慧 其實人的煩惱是產生智慧的一種 遇到困境才會產生那種妙智慧出來 那麼如果長長安逸的人 他的著象一定不會遠大 怎麼能夠知道他的結局是如何呢 所以這是孔老夫主跟主路所講的這麼長的一段話 這些話在禍協我認為是對現在的人一個很大的鼓勵 人數間是沒有絕對的 如果你真的是很有才華 沒有遇到平台 沒有遇到好的公司長官 還是重用你的人沒有關係 你就要回光環照自己 要韜光養晦自己 提煉自己 等待熟悉的意識 所以孔老夫主跟主路講的這麼多的話 也給我們是一個機會 尤其是我們人的個性都不一樣 像主路這種個性的人是很多的 如果是這樣 我們今天聽了這些課之後 反而是可以改變我們的心路 心思 一個人不管你身份地位 財務多少 人生就正在夠五官 在夠五官的過程 希望你的身心的心靈 是喜悅的 滑喜的充滿的 不要為了人世間短暫的不足以 就陷入惡境那種困境 就非常的可惜 我們再來談 主路出 招主共 告主主 告主主路 主路聽了之後 聽到孔老夫主之後 跟他講了這些話 就離開 離開之後就招主共進來 老師就招主共進來 孔老夫主就招主共進來 然後也是跟主共說 我們不是野牛 也不是老虎 為什麼今天 毀樹毀虎 帥皮曠野 無道灰野 稀為住一齒 他還是再一次的告訴主共說 書經裡面說 毀樹毀虎 我們不是野牛 也不是老虎 帥皮曠野 為什麼會流落在這種 曠野這種地方 無道灰野 難道是我傳的道 是不好的嗎 稀為住一齒 但是明明就是 會落到今天的地步 那主共呢 就說了 主共也 夫主知道 至大野 故天下莫能容夫主 夫主和哨扁音 每一個人的個性 每一個人的修煉 程度不一樣 回答起來是不一樣 這幾段真的是太妙 我覺得是太好了 主共就說 老師你的道 太高深了 所以天下人 拿你去接受 老師你啊 何不稍微降低標準呢 這是一個做生意人的觀念 這個生意人啊 我們明明就要賣五塊 人家說四塊半啦 他說好啦 四塊八啦 四塊八啦 只要喔 能賣出去就好 這個生意人的觀念 但是生意啊 這個修煉的公屋啊 書想的公屋啊 它是和生意是不一樣的 絕對不能用生意那一套 你看今天 我們排行起的 排行起的這些前輩 這六十年代 有辦法將這個 中華文化 祝古不清傳的 啊 這種大道 能傳遍到宿這八十幾個國家 絕對不是 這些老前輩 將這個標準把它降低的 這些老前輩還是意味著 很主走 很堅持 走的 恐惱糊糊糊的思想 一路走來 屬中如意都沒有改變 九十九术 總數能見到 朱茵的人 所以才有今天 全世界 有八十幾個國家的道場 這麼大 但是 孔老和祖的學生這一段 就是我們去學習的地方 一段一段 就可以看出每一個人的個性 社會歷練不一樣 他講出來話就會不一樣 你看 主公不愧喔 他是一個生意人 你看 他說 他說 夫主主道很大耶 老叔你的道太高深了 你看 他這是三明珠的功夫 他先誇獎 老叔你的道是最好 他對外所有人都是這麼講 只有有人批判 孔老夫主的時候 他絕對會記理力爭 順著會加大 加大幾例 幾例老叔的 誰問是高深莫測的 他有兩段的歷史在形容 老叔的高深莫測 有人跟他說 主公其實你的能力超過你的老叔 你怎麼拜他為書呢 他當下主公就說 哈哈 你錯了 歐老叔的墻啊 歐老叔的墻啊 是算脹的啊 歐的墻啊 這就是到肩膀 所以你要了解我啊 就抬頭一看就知道了 裡面墻的裡面多少東西非常清楚 就你看了一下就清楚了 但是我老叔的墻啊 是像脹的 你根本沒有用心啊 你看不到裡面之美啊 你不可能看到它的裡面 這種形容真的是太妙了 還有人形容說 其實喔 你說你的老師有那麼的偉大嗎 是這樣的嗎 他說我不知道我老叔有沒有偉大 他說我的感覺啊 它就像泰山 就像大海 這個泰山啊 你把它拿了一本機的土 帶走呢 這個泰山也沒有感覺少了那些土 你把它加了一本機的土下去呢 這個泰山也沒有感覺它大一點 就像那個海 你從海中拿了一瓢的水離開啊 這個海也沒有感覺消失了一瓢的水 你補了一瓢的水進去啊 這個大海也沒有感覺呢 你補了一瓢的水進去 這個主公喔 他這個是生意人 真的 他就是有辦法用那種幾粒那種大的粒子 去前述老叔的偉大 儒教的思想都是莫測的地方 但是他本身喔 他知道那麼大喔 但他本身的那種意志啊 他守不住 所以你看 整個匯兵傳承裡面 如果以孔老夫主的地主 說實在我已經講過好幾次 我是最崇拜主公 以白羊旗我們的修煉 他是三書並行啊 財書 法書 無畏書啊 你看孔老夫主 周遊列國的錢都是他花的 法書我剛才就講過了 只要有人去批判到他們的老師 他們這個整個的團隊 他覺得紀理力爭 去講到對話沒有語言可以回答 無畏書 那種為團隊犧牲奉獻 包括你看孔老夫主死了之後 所有同學守孝三年 守孝三年之後 重學就背包背著就離開了 他跟著離開又回來守了三年 這種無畏的精神啊 值得我們白羊修道者 值得學取崇拜的地方 但是 因為他本人是一個生意人 他用生意的觀念要來推廣修煉 孔老夫主的思想 那個標準會降下來 所以他講呢 老師啊 你的道太高深了 所有天下的人哪裡接受 老師你何不消威啊 降下一點標準啊 這句話一下句就曉得 這也是我常常在想 真的要掌管一個 會盈利事業主主啊 不簡單 當我在當基金的族行長 這段時間來 真的 每次在重要的關節 要下決策的時候 有很多的地方要去考慮 他說你說什麼人是對 什麼人錯 真的是很難去解說 我就舉例啊 我就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我們要去標土地的時候 我們要去標個土地 到底要定下的潛式